一花一失界,一叶一如来 实际上,每一段感情或关系,就因为掺杂着现实的一面,才得以长久,以及给人带来的真实的感觉 少帅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但人又不是一种独居动物 每天忙于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必须得懂点人情世故,包括了对人性的了解 但是,有一个必须的前提,不要把理想带进现实 对人,对感情,对关系的过于理想化 一,一段关系的维持主要靠什么?靠聊得来,处得来,玩得来 对朋友关系来说,可能是关键,也足够了 但,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人际关系,不只是朋友一种 那么亲戚关系呢?同事关系呢? 所以到头来,主要靠人情往来,礼尚往来 这就跟借书一样 借书的时候,打一次教导 还书的时候,又打了一次教导 一来二去,你来我往 在不知不觉间,就把关系维持下去了 看似很现实 实际上,许多关系就因为这现实的一面 才能保持和长久下去 其实登门做客,是最能体现人情世故的地方 在这件事上,很多人都会陷入一个误区 因为觉得两个人关系不错,非常好 然后登门做客就没有带礼物的必要了 一来显得太陌生,太客气 拉远了两个人的关系 二来觉得礼物会 玷污影响两个人之间的纯粹感情 带了一些唯利是图的色彩 但其实恐怕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也许你是因为太重视一段感情 所以才不想搞得那么见外 希望两个人能像自己人一样 但有没有想过 这种愿望是过于理想化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除了父母或者夫妻之间 能有那种绝对敞开与不设防的亲密关系 否则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就是明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你非要带着这种不现实的愿望 以你自认为的正确的方式去相处 哪怕出发点是好的 而且就算你和对方的感情深厚又纯粹 可那也只是你们两个人 如果对方有家庭了 各自的伴侣又是否能接受和理解 甚至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 难保不会有什么看法 觉得你不懂事 总的来说 就算你们两个人不介意 可不能不考虑对方家里人的想法 不带礼物 或许对方与家里人并不会介意 也不会说什么 但你带了礼物 性质就不一样的 表面上什么也不说 心里却非常高兴 是通过礼物 直接看到了你的态度 说到底 礼物不是关键 态度才是关键 而 人情社会 讲究的是礼上往来 去别人家做客 从传统的角度来讲 有很多的礼数 而带一份礼物 则是最基本 也是最常见的礼数 它代表着 对主人家的尊重 对这段交情的看重 人与人的交往 需要几分缘分 但更需要经营 明明是莉莉 在乡村学校教书时 认识的朋友 她在镇上的卫生院工作 只要有空 明明就带着好吃的 到莉莉所在的山顶学校 来看她 他们一起看电影 听歌 聊人生 度过了一段难忘的 乡村时光 后来明明考取了 省城的公务员 莉莉也调离了山顶学校 但两个人的感情 还是很深的 每次明明回来 都要到莉莉家来 吃一顿饭 叙叙旧 而莉莉每次到省城出差 只要时间允许 也会抽红来她家一趟 就像走亲戚 倍感亲切 明明妈妈每次听说 莉莉要来 在刚刚出发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饭菜了 而莉莉要去敏敏家 母亲也会提前 帮她准备好礼物 多半是些土特产 有做的菜干 也有养的鸡鸭 为了方便携带 都会处理好 用冰袋装起来 敏敏的妈妈 虽然每次嘴上都说 你人来了就好 还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但她打心底里的欢喜 也让莉莉感到了一分自在 人与人打交道 不能全凭一张嘴 你的情意 心意和重视 不通过物质上的东西 表达出来 全是靠嘴说的 久而久之 这不就是在汉口号吗 之所以说 任何感情 都有现实的一面 包括了这一点 总得用什么实在东西 或者实在形式来证明 不然再是一颗真心 也会被扣上一顶 虚伪的帽子 特别在两个人关系 还不够深的情况下 你不想带礼物 本意是想把关系拉近 结果你很容易被对方定义为 做事不讲究 差劲 一旦借助酒精 在饭桌上真情流露地 说心里话 是真情流露 却极有可能 马上引起对方的厌恶 还不如不说 换为思考 如果你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难保不会有什么 不好的想法与看法 既然 人世间的关系 都有最现实的一面 相处的时候 倒不如都实在一点 有些避不掉的东西 干脆不用再避讳它 给它摆在桌面上 就没有那么尴尬 哪怕你和对方 以及家庭 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人情往来 偶尔一次空手也可以 但最好 别形成常态 那份小小的礼物 代表着长久以来的一份念想 一份牵挂 让人觉得 虽然不常联系 但这份 情 依旧是那样的浓烈 三 理性情一重 别空手上门 不要空手去任何人的家里 这也算是成年人之间 保持的一种界限感 有些东西既然躲不掉 就接受它的存在 强求到最后的结果 不是崩塌 就是爆发 就像人与人之间 是有界限的 不能走得太近 也根本无法绝对亲密 一味强求迟早会出事 在两个人经常往来 互相去家里做客的情况下 带贵重的礼物 当然不合适 随便买点礼品 又显得太敷衍 太客气 我个人觉得 一份礼物 一份心意 东西不在乎贵贱 而在乎你是否用心 当然我一直 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有关系 很好的朋友 邀请我去家里吃饭 那么我会自己 带些原材料早点过去 一起帮忙 要么就是会准备一些 他没有准备到的 或者提前问他 已经准备了哪些 我再去准备 比如一些不常见的食材 带过去给大家分享 又或者多带些 比较出名的啤酒 这样一来 既达到了不空手的目的 也不显得尴尬客套 当然了 这并不能成为标准 只是根据和对方关系 要好的情况而觉得 不管怎么说 不空手 代表了自己的心意 是礼貌 也是一种重视 最终 要看什么关系 但是再好的关系 也不能一味地去投资 有来有往 未来往 总归没有人 是绝对高尚的 包括我们自己 也是一样 哪怕只是锦上添花 也是好的 换位思考 如果自己遇到 同样的情况 心里就没有 一点点的失落吗 礼物不重要 也重要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 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 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木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